大家好,我是无二级五百周夜预测 今天是4月1号 有网友提出 想了解一下纽约州的州长安德鲁科姆 他会被弹劾吗 所以特此站了一挂 昨天站的,得的是水风井 二窑六窑洞 变成了一个风扇剑 卯月,雾影日战 就这个卦象,整体而言 真的是不太理想 我再介绍一下 我频道是一个以预测为主的频道 重点预测的是时事新闻 各类的时事新闻 只要不太敏感的都能测 那么各类的娱乐新闻 什么八卦新闻 各类明星的都可以测 还有体育比赛的 当然也有桌球比赛的 彩票的都可以 最近又增加了金融方面的预测 比如说比特币 什么股市 期货都可以 效果据说还可以 不错 那么还有突发性的新闻 前段时间的 吴梦达突发新闻 进行预测 效果也是不错的 有对此关心的网友 可以加入我的微信群 先加我的微信号 15221873 277 然后我把你加入到我的群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挂 就这个挂项而言 总体来说 他这个人的这个官运啊 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第一条 克牧师傅现在挺依恋 纽约州的州长这个责务 他本身非常的依恋 不想放弃 很依恋 但是情况的发展 并不允许他怎么做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目前对他的弹劾 正在收集证据 情况下进一步的发展 对他非常的不利 第三条 虽然有阻碍 但并不妨碍 事情的发展调查 并不妨碍 第四条 在今后的两个月 将会有很大的进展 快一点两个月 慢一点在今年的冬天 会有很大的进展 最后的答案结论 最后的答案结论 我以为 以这个挂来断 官运不保 或者直接说 弹劾成功 就这个挂项来看 很难再保这个官运 或者说的 我在说的 保守一些 从此以后 他的官运 不理想 说实了 那就是弹劾成功 就这个挂项而言 他的官运 今后一段时间内 或者今后的诺干年内 很不理想 非常的不好 弹劾会成功 或者是官运 很不理想 两者必有业 说实了 就是弹劾成功 这个挂项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